以下节目指标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又到了废话10分钟的时间 这个节目第一是废话,第二是10分钟 讲10分钟就会下班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 跟各位教友吹吹吹吹,聊聊天,说下这个星期有什么消息,新闻,主题,想说,随便说 提提大家有章节功能,可以选择自己想收听的部分收听 跟大家讲讲最近有什么新剧上架 Netflix有一套叫做新发危机无尽黑暗 其实现在已经是排行榜的第一位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今次这个是剧集版 之前出过两套电影版 2012年和2017年都出过电影版 如果有兴趣可以第一套追到今次的电视剧版 故事有没有串连?我不肯定 因为我自己没有最爱 另外还有《施战朝鲜》的《亚迅传》 其实是一个前转故事 也出了个电影版 未来的影片会7月23日上架 一开始我们感谢了听众 我们感谢所有很乐散略好留言的听众 这些都是真心的教友 Matthew 说 教主你好 最初好像是因为Dare Devil 要开始接触这个频道 不知不知已经听了一段时间 今天负金支持一下 加油 感谢感谢 James负了78元 陪教主喝醉灵茶 我们今个星期三 晚上9点钟的直播饮品已订 是在Donkey那里买的 Lee Walter 说 教主你现在比较有空介绍 一套浪漫一点的台湾剧给你 叫做《火神的眼泪》 是讲消防员的 Netflix 有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 我不是比较有空 而我是比较有空睡觉 不代表我比较有空播剧 你也奉劝各位 人生有很多时间 都可以做其他事情 Bibi 说 教主会否挑战下不勾剧 Netflix最近上了一套瑞典的BL剧 叫做《Young Royals》 看看有没有时间 Din 说 大叔的爱电影版 其实是在香港拍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肯卖给ViuTV的版权 其实我觉得不关事 萧青 说 其实看香港的妇女 看开什么国家的剧就知道 所有泰国、日本、韩国的BL剧 可以看到BL剧是有固定的市场 其实你应该说妇女的威力是很强大的 期望ViuTV可以捉紧这个市场 不要之前那些搞女团的剧集 借题发挥玩玩就算 如果是这样 他们不应该买《大叔的爱》 他们应该买《三十岁》 还是《处男》 Motis Evil 说 听了教主推荐《Doctor Who》第五、六、七季 以及2013年的《 Special》之后 个人觉得 转了做Clara的女主角就一样 Mats Smith 的第十一《Doctor》 一定是剧中的焦点 Amy 和Mori 的互动很棒 接下来应该会看David Tennant 对啊 追啊 David Tennant 很棒 Tin 又去说 Rick & Morty 第五季看了三集 暂时来说 觉得第二、第三集有点松散 故事好像不完整 不知道是否季尾会串起来 其实Rick & Morty 过往的几季 观众都很期望 整季一个大故事 但最后 其实没有 本身都是每集单元故事玩一餐 所以我觉得期望不要太高 另外Luki 除了打斗差了一点之外 其实故事很有追看性 期望最后的两集可以好好介绍到故事背景 如果可以跟Face 4 至鬼就最好 阿Lock 说 Wanna Vision 和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其实都挺说的 终于Luki有那种每个星期都很期待新一集的感觉 他说 无可否认地Tom Hiddleston 的表现 是比其他Marvel劇集的主角吸引 认同 认同 今个星期我们会讲Luki的第五集 讲到Flash 以及讲Richard 为什么呢? 因为Richard出了第二季的新传统 出了个Teaser 但正剧是什么时候出呢? 12月 很早就出了这个Teaser 为啥呢? 就是勾起你们观众的期待 Richard是Netflix的原创剧集 第一季《风间风评》有点亮极的 我自己也看过了 其实故事挺好看的 但他的拍摄手法 或是呈现故事的手法 是吃了糟糕的 官方都承认了 他们说 不好意思啊 搞错了拍摄手法 搞到大家都看不明白 第一季 其实他是玩一些时间线 玩到混乱了 其实他本身是小说改片 都好像有游戏 如果你是玩过小说 又玩过游戏的忠实粉丝 你会容易明白这个故事 但某些粉丝都会觉得 是你的时间线 就是看到人想死 而我是一个新手观众去看 就更加之不明 所以 你说看完第一季 我要看完才能明白这个故事 但问题是 我可不可以捱到它 看得完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最初几集的时间线 混乱了 其实挺讲客的 很考耐性的作品 但幸好的是 他有Henry Carfield 拍摄的成本很高 画风很漂亮 你见到设定 其实也算是吸引的 暂时来说 如果你捱到第一季 可以继续看下去 现在第二季出了一个提示 主要是说 Garrett终于找到的Siri 两个人好像发生了一些 训练 力险 变相就是我看第一季 我期望想看到的东西 第二季会呈现出来 加上 导演先生已经说了 不好意思 我们第一季拍个视罪 才拍了 第二季就不会的了 我们会好好正常拍这个故事 所以第二季应该 就不会出现那些 我们第一季被观众插到 趴街那些 看不明白的情节 暂时来说 虽然我第一季 我第一季的感觉 观感上比较差 但我第二季 期望反而高了 12月中会上架 其实也有很多意外 这部剧 一来我们有疫症的关系 其实很多製作都延期 另外就是 Henry Carville 其实拍这部剧 不停受伤 所以这部剧 不停延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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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令粉丝放心的一件事 至少它真的落实了 第二季的上街日期 以及第二季的上街日期 第二季的上街日期 也吐出了 即是说这部剧 是会有第二季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Witcher就是这么多 现在就和大家说一下Loki Loki 今星期终于去到第五集 好起出望外地 我发现我一集都说 我觉得Loki很棒 Loki很棒 第三集我觉得真的很喜欢 然后去到第四集 又很喜欢 今次第五集 又是很喜欢 怎么办 Loki这部剧 先说一说 上一集 其实说到哪里 上一集都很惊讶 就是说 我们的男主角Loki 和Mobius 都被证明了 当时已经知道 证明了的意思 不是真的消失了 应该是去某些地方 坐牢困住他们 就算了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而今集就解释了 其实证明完之后 是去了一个 叫做时间终结点 而那个地方 是出不回来的 而今集就是说 那我Sylvie 怎么办呢 她要找TVA的终极阴谋 主谋者 她就想起 其实她会不会 躲在那个时间终结点 于是就证明了自己 结果整群人就在 那个时间终结点那里 发生的一堆 又是历险故事 上集结尾 有一个很惊讶的地方 就是Loki被证明了之后 她起身 她就看到 有几个不同版本的Loki 这个很惊讶的 如果你是漫画粉丝 她有很多漫画造型 经典Loki的造型 这些超过你 你看Loki 怎样可以在故事上兼顾到之余 又是可以照顾到漫画的彩蛋 看见都很惊讶 她不像WandaVision那些 亂加的 Loki是真的 所有东西都兼顾到 很顺利地走下去 今集就是说整群人 在那个时间终结点 不同的Loki 如何去生存 下一步要做些什么 好笑的 我看到几个Loki的互动 好笑的 尤其是有隻鳄鱼在 但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出奇呢 而且他在暗缝中 就是Loki这套棋有多么疯 他疯的程度是 究竟上次在日纽约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现在看到有隻鳄鱼 我已经觉得没问题了 我觉得有少少Rick and Morty的风格 也是Rick and Morty 看看 你看惯了 然后有Mr. Poopyhole 你不会觉得有问题 他就是会玩那种 年轻版的Loki 老人版的Loki 和Tom Hiddleston的Loki 三个人的互动 很棒 而且他会说到Loki这个人生 即是年轻版的Loki 你做什么 我堆倒了阿桑 然后他又问老人版的Loki 是什么 我很想念我 这些他已经说了Loki人生中 即是他对Thorne的感情 Loki这个人生 在不同时间点 我做了什么行为 例如 我成功地堆倒了Iron Man 我成功拿了六一Infinity Stone 我可以发生什么事 我可以做什么 他说了不同的可能性 在Loki人生中 而且你看到老人版的Loki 为什么你没有被Thanos杀死 因为我做了幻象 其实他会不会在暗示 真正的Loki Infinity War 我看到的Loki 其实可以没有死 没有死 我看到就成为了我们今集见到的老人版Loki 对 而且今集《Pasit Loki》 那个演员很棒的 如果你有看《渣戒》 其实你会很熟悉这个演员 他在《Doctor Who》有出现过 好像出现过两、三次 这个演员是很魅力的 你看到他的样子 你听到他的声音 你就会认得是他 所以我很肯定他在《Doctor Who》出现过 然后他今集MVP 真是MVP 怎么说呢 我们在《Doctor Who》看到那个《Doctor Who》 其实一直以为都会是我们的男主角Loki 谁知道原来今集MVP 其实他是另外一个 Tom Hiddleston版的Loki 我觉得这个位置弄了 我们看《Doctor Who》的时候 会觉得他都这么执着 是要做皇帝 还有那种神态自弱的感觉 是好像我们在那时候看《Avengers 2》那种Loki 是能接到的 谁知道原来我们现在看《Loki》看到第五集 其实我们本身真正的男主角Loki 已经变了另外一个样子 变了一个好像真的善良版Loki 《Doctor Who》Loki 原来现在我们在《Doctor Who》看到的 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Loki 这些位置在《Doctor Who》玩得很棒 在《Doctor Who》玩得很棒 很多东西我都很满意 男Loki就是Tom Hiddleston 他说我在这个时间终结点 他说原来是有一个很巨大的魔兽 Goliath Goliath他会吃光东西 为什么叫时间终结点 为什么东西出不回他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也会说到 由于Loki太懂得生存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间终结点 全部人都是Loki Mobius那句很好笑 我真是扔石子 砍到的都是Loki 男主角终于想到了 我用Sylvie的想法思想 我要在这里生存 你不是要在这里欺负皇位 但是你说皇位其实挺有趣的 皇位来说 在这个时间终结点 那么多Loki 你看到皇位的Loki 即是那个年轻小孩 他说他是皇帝 他拿了Sron 但是你也有一个叫做President Loki 他是一个总统版的Loki 其实你会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 皇族总统制度的斗争 其实整个社会都在 但是全部的子民都是Loki 是不是很有Rick & Morty的风格 其实Rick & Morty 我的review 在拍第二集 我希望如果你有看的话 拜托看了他 都是那句 没人看我就没有动力做 那说回Loki 他就说有个Goliath 人走不了出去 Loki就用Sylvie的想法 就说 那我们应该是要 堆砍Goliath 然后Sylvie进来 就说 你是不是瘋了 你觉得你可以堆砍Goliath 然后理想他 他说我要上他身 这些活动我觉得还很有趣 最终到了ents纸的Loki 们去做工 哇整集是很精彩的 糟了 如果你还 stool 如果还未看Loki 其实已经被我간ges idols 了 有点财的影响 但不管是 说到一言一忽 大家都不太好了 知为什么想我说 我之前的安斗V gels 我 souvent推出他们 Press 第四集有Q какую gaston 很好udd- 你不看酒保了,那些我現在後悔推介了給你 但我覺得LOOKIE真的穩固 雖然還有一集,我看看他怎樣玩下去 MCU一定是有品質保證的 但電視劇暫時來說,三套裡面只有LOOKIE是有的 前者那兩套都是那種錢就給了,成本就高了 但劇情來說,到不到位就見仁見智 就是這麼多,LOOKIE第五集 其實LOOKIE我一直都很想認真拍一個評論 但有很多東西要說 說這些好像涉及到很多研究的東西 你知道我以公感為主 我看看我做完整套劇 我不想做坊間的40個彩蛋分析 我覺得我對MCU不是很熟 純粹是一個很普通的觀眾 會有什麼感覺呢? 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暫時來說,LOOKIE 去看點之一有Tom Hiddleston 第二有Owen Wilson 第三就是去故事劇情 去玩得夠瘋狂得來 又兜得來,也有喜出望外的地方 最後就跟大家說The Flash 你會發現我今天的語速會比較快 原因是節目星期一播出 現在是4天 講功課到這個地步 說The Flash 終於這星期出生 什麼是出生呢? 如果大家有聽我的觀眾都知道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看The Flash 沒有看多久呢? 一個多 兩個月左右 現在正在做第七季 我從第九集開始打喉 我沒有追 其實我生病了 說過是真的 我生病了 其實真的沒什麼心機 有聽眾說 我看到你最近比較有空 不如你煮哪一套 不好意思 我是沒心機煮 不是有空的問題 是沒心機煮 The Flash 有觀眾很好心 特意在Facebook那裡PM我 她說 這集沒有Iris? 你看看 我看了 重點不關有沒有Iris 而是她那種勾法 我看完之後 真的很值得拍一個review 第十五集 講Gossip 我已經出了影片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真的很精彩 我跟美琪說 很精彩的時候 他們說 是不是又是 以愛說服敵人 不是 那些已經出現了 他們Teen Flash 即是用愛說服人 已經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他們現在第十五集 打Godspeed的方法 簡直真的沒得頂 而且Godspeed 也是一個非常強勁的敵人 很好笑 大哥 很好笑 你也是看了那一集 要不就看我的review 雖然我的review 開始沒什麼人看 我現在開始在這個節目 在信我自己的東西 已經不在乎 你們觀眾在聽什麼 去到這麼瘋狂的地步 而我要在半個小時後 我就要出這條影片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我現在真的放飛 除了第十五集之外 其實第十六集我都看了 追開有條路 可能review 就是分集點品還沒拍 第十六集也在這裡說一點 其實是有Diggle的客串 但是Diggle的客串 我發現他的客串真的挺廢的 是廢的 我也開始在想 就是之前我提過 有今年CW沒有Crossover的原因 是因為有疫症的關係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類似 叫做假Crossover 其實就是找了John Diggle 這個角色 在不同的劇集那裡客串 之前已經客串了Batwoman 現在又再客串到The Flash 看到他有一點點提到 他之前在Batwoman的關注 我在Gotham也查到沒有東西 我在這裡又怎會查到呢 他要做Green Lantern 所以會有一些病症症狀 整集他只是說這件事 就是沒有東西做過 我就在想他客串真的挺無聊 整集真的有Barry那對子女出場 然後你就會發現好像佔了整個包面 就在想今集是不是發生過這件事 其實今集不是發生過這件事 但只有那件事值得說 因為其他的劇情真的悶得麻煩 是悶得麻煩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Flash 它的存在價值是很多人看 看來是什麼呢 可能對漫畫有感情 而是用來笑咎 為什麼可以拍得這麼差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重看呢 這個是很奇怪的地方 劇組不停挑戰觀眾的底線 尤其是我可以做到多差都好 你們都可以繼續看下去呢 他在這方面都很成功 相反來說 你見Superman and Lois 反而失敗了 Superman and Lois 其實是拍得很好看 很正老的 即是他的talking points 中沒有The Flash那麼厲害 你想想The Flash那種勾的程度 是可以蓋過了Superman and Lois 那種精彩 我覺得這也是挺可悲的事實 不要理會拍電視劇的身體 你連拍YouTube的身體都是這樣的 即是多了一些垃圾片 很多人看的 屌尼老尾 The Flash也是啦 笑咎 都多人看過Rick and Morty Rick and Morty很用心做的 一例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 Rick and Morty的市場不多 但是我知道 香港其實是多人看Rick and Morty 起碼我覺得一點都多過The Flash 很無奈啦 不知道啊 這陣子做得很累 現在說 你見我現在好像亂說一大堆 然後影片十分鐘出門 我不知怎麼辦 沒有的 那台也是照做的 真的沒有的 你會發現我 其實方向我開始有點迷失 我也不知道怎樣做下去 直播就亂吹啦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東西 其實這個廢話十分鐘都開始 開始時也很執著 不如說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或者說一些很公感性的東西 希望大家可能 播放劇的同好 都可能會 多一個渠道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其實我現在都 播放少了很多劇 其實我自己也有擔憂過 如果我真的 如果我對播放劇 這件事失了興趣的時候 我這個台怎麼做下去呢 這個是我考量過的問題 你看我播放劇 只剩了Loki Superman Lois 其他那些其實我都沒什麼心機做的 但是也沒有的 看看條路怎麼走 突然間說一些很感觸的東西 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星期三直播見 各位說事遲啦 示範已經十分鐘了 拜拜